OK 這部影片 來教一下大家 整個 新的BK的後台 一些操作流程 跟一些它的 功能的說明 那錄製上可能會 會比前面幾個影片都來得要更久 那如果你是想要 真的有心想要賺錢的夥伴的話 就請你耐心的把它看完吧 那我們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 登錄以後 這個儀表版首頁的 一些東西 你會看到BK你的錢包 就是目前你的BK錢包裡面 有的顆數 然後GH就是你現在 可以提令的利息的部分 大概是多少 然後你的信用積分有的沒有的 那左邊這邊的話就是會有一些 系統他最近的 這個公告 會顯示在這裡 右邊這裡的話 這個圖的話它是顯示這個 BK它的活動 就是比如它幾號幾號 有什麼活動的話 它就是會顯示在這個上面 那我現在先把它展開一下 告訴你 告訴你 它幾點幾點 做什麼活動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再自己做一下反應 那介面的方面的話就是 蠻簡單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先來講一下 講一下重點 左上角這裡 選項 儀標版的話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這裡 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所以就不再去做說明 那先來講一下提供幫助 OK 我們進到提供幫助的頁面的時候 然後首先上面這裡的話就是 我們每一次要提供幫助的時候 要需要輸入的 比特幣顆數 然後發送 然後它這裡有顯示 告訴你需要多少令牌 再來底下這邊 你可以看到 看到這邊等於是每一筆 因為是不同的 不同時間提供幫助的 那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筆的日期是幾號 幾號投入的 這裡這裡也是幾號投入的 那旁邊像這個比較久的 已經配對出去的 它這裡就會寫 告訴你剩下14天就到期 那你就可以去把 本金的部分去做 做申請幫助領回 然後底下這是利潤在跑嘛 每一筆的資料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在這個上面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最新的 4月21是 4月12 那就是昨天半夜 半夜的時候又投入的 那它這個部分的話 這裡就是顯示0 那你等待 等待排隊的數字就是 2740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告訴你 你等到排隊的這個序號 有沒有 就是排到0的時候 等於是你就是已經排到 那你提供幫助出去的 出去的這個金額 它就會配對出去給別人 然後你的狀況就會顯示 像後面這裡 這個一樣 當前的狀況剩下幾天 然後利潤多少 然後底下這個在跑的利潤有沒有 它只要超過0.1的部分 它自己就會打去這個GH的錢包裡面去 那這邊就是給我們來做一下瀏覽的 瀏覽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這裡是0.04 那你 它這裡 顯示無人認領的利潤是0 就表示說 嗯 它現在這個排隊有沒有 還沒有配送出去 所以它的狀況是 是系統是判定是無人認領 那利息的部分 它這裡就不會撥去 不會撥去GH的錢包 那況且它現在沒超過0.1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裡 好你看到這裡 它現在這裡 配對 這個我們提供幫助 這個也是還是在排隊 所以它的利息的 利息的這個部分有沒有 它一樣0.24 它一樣是不會 不會打入到我們的GH的錢包 它必須等 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等這個配對出去了以後 那你利潤的部分超過0.1的話 它才會打去我們的GH錢包裡面去 後面這裡的話就是 你也可以看一下這個 現在這一筆的狀況 那就是它的利潤已經0.69多了嘛 那上面這裡 無人認領的利潤是0.04 就表示這一單裡面 還有0.04的比特幣 還沒有打過去GH的錢包 因為它沒有超過0.1 然後底下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這一筆0.69 它已經有0.65 是打進去我們的GH的錢包裡面去的 每一筆的狀況都會顯示這樣 那像這一種的話 就表示 它現在這裡是顯示0 然後下面0.57 就表示這一筆的0.57 是全部已經轉過去GH的錢包 那它現在就是會統計 統計到你這裡超過0.1的時候 它又會自動又再轉過去 所以基本上這一種已經排到對的 配對出去的 那你都會看得到它 它這個部分都是剩下0.0多 或者是0 因為它只要超過0.1的話 它就會把全部的數字都都轉過去 到GH的錢包裡面去 OK 那提供幫助的話 大概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得到幫助 得到幫助也就是我們 我們出金 或者是我們申請 我們要申請動態的推薦獎金 推薦獎金它在第一時間 就打入到我們GH的錢包 那 那推薦獎金的部分是 提領是不需要這個 不需要這個令牌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下這裡 現在這個GH的錢包裡面 總共有的比特幣是0.126298 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等於是靜態的 靜態的利息 利息的部分 或者是你本金的部分 它就會打到這邊 那它顯示這個深綠色的這個有沒有 它提領就是需要令牌 那你下面這裡它寫免費的GH 這個就是像我們的動態推薦獎金的話 它就是會直接第一時間打入到這個 這個GH藍色這裡的這個錢包 那你就是可以 可以直接把它轉到BK的現金錢包裡面去 OK 那底下就會有一些交易紀錄 交易紀錄告訴你 幾月幾號 然後你有申請這個GH的請求 有沒有 比特幣這些都會顯示在上面 這都清清楚楚 你們自己可以大概看一下 那旁邊這個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要去申請 申請GH錢包提領的動作的話 那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這個GH cash 這個是現金的意思 因為後台它有在做這個對接 直接直接對接就是以後我們 我們比特幣可以直接從GH全包就是賣出去給他們 賣給他們的話 我們就直接現金 現金就直接打回來到我們的銀行帳戶 那這個方面的話 目前台灣是還沒開放 只有馬來西亞的部分 它現在是已經對接成功了 那下一站的話是越南 那台灣的話就是 當然就是看我們市場能做到多大的話 當然就是會越快開啟這個功能 那左邊這個GH BTC的話 就是領取我們申請提領這個GH的BTC 不管你是在靜態方面還是動態方面 那你可以點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點選申請GH的幫助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這裡有一個BK的錢包 那這個它是不能改的 它是自動會複製貼上在我們自己BK的現金錢包 它這裡有寫嘛 BK錢包 那你就必須把這個GH裡面的獎金 轉到這個BK的錢包裡面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把比特幣來去做這個轉出 不管你是轉到BTO或者是BK轉PK 或者是甚至其他的 其他的BTO的錢包都OK的 按底下這裡只要輸入我們的要傳送的比特幣 那我先把這個假設 假設今天我要提領這一筆靜態獎金 那我就打0.12 它這邊我昨天稍微試過的測試 好像小數點後面第三碼的部分的話 好像沒有辦法去做轉出的動作 因為它是要0. 就是小數點後位兩個數字是OK的 那你如果第三個數字後面的話就沒有辦法 然後底下它這裡會有一個2FA 那2FA你就是用AU軟體產生金鑰 以後輸入在2FA這邊 這個就是驗證 你要驗證這個2FA的話 才有辦法把比特幣從我們的GH 達到BK的現金錢包 OK那假設現在我們驗證好了 速度111111 你再按一下底下這個GHBTC以後 按下去以後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狀況跳出 跳出到這個 待定GH交易紀錄 它這裡會有一個紀錄 就是你會顯示你轉出了多少比特幣 那現在它現在正在交易中 難道它OK轉出去的話 它就會顯示在這個GH完成的交易歷史紀錄裡面 那OK了以後你就是再回到 回到那個我們的錢包這個 現金錢包裡面去做重整一下 看一下比特幣是不是打進去 到我們的現金錢包裡面去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收益 喔對了 這部分等一下 稍等這個 這個GH的部分 GH的部分有沒有 你提領這個 提領這個靜態的獎金有沒有 這是需要 也是需要令牌的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身上這裡可以 它會顯示這個可用令牌 那一樣就是照我們之前令牌的解說了 就是0.1到4顆 提領0.1到4顆比特幣的話 就是一個令牌 那4到8顆就是你就必須要兩個令牌 8到12顆你就需要有3個 然後以此類推到最高到20顆 總共是需要5個令牌 好那我們現在 來講一下收益的部分 收益的部分 收益的部分的話 你們大家看一下 這裡 它就是會顯示 它的日期 哪一天 然後它的來源 這個收益來源是來自哪裡 這裡就是推薦獎金嘛 然後你看還有你自己的利潤的提出 推薦獎金 推薦獎金 那這裡就是 數量 也就是 你得到的利潤 這個數量 推薦獎金 0.03777 那就表示 這一位朋友 他是 他大概是投資0.377顆 因為推薦獎金部分是10%嘛 然後後面就會告訴你 這一筆獎金是來自於哪一個夥伴 那你們就可以看一下 它底下這個0.8 1.2 0.4 這些紀錄就全部 全部都是在裡面 那就是每一筆都清清楚楚的 也可以讓你去做一下統計 你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好 它這個部分的話 沒有什麼 就是 這一頁就是大概 做這個一個收益的統計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錢包 BK的現金錢包 你點進來這個錢包了以後 有沒有 那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裡 它顯示 你的余額為0.1 199800 這方面 有沒有 就表示說 你現在錢包裡面 可以動用的 可以動用的金額是多少 那它會顯示 顯示在這個上面 那 有時候 有時候它上面有顯示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做提出的動作 是因為 是因為它這個GH 你看一下這個GH的錢包裡面 有沒有 有一些你沒有 欸 不應該這樣講 應該是說提供幫助 比如說我們現在提供幫助 然後 我們提供了4顆比特幣 那 它比特幣在 假設現在是還在排隊的狀況裡面 那 比特幣它就不會從你的錢包裡面扣掉 所以 它還是一樣是在你的現金錢包裡面 但是 這筆資金 它會顯示 它會顯示在這個我們的錢包裡面 但是 它 它是沒有辦法動用 因為我們已經 已經申請提供幫助了 所以它會暫時先扣著 等到 等到我們提供的幫助已經配對出去的話 那 它的4顆比特幣就會扣掉 好 OK 然後 錢包這邊 這裡就是我們的錢包的 QR Code 然後我們的錢包地址 位置 然後 下面會顯示你的 曾經的交易紀錄 OK 那你先看一下 這個訊息碗旁邊這裡有一個 BTC 測櫃 測櫃的意思有沒有 就是 就是提現啦 提現的意思 那 這裡你可以看到外部錢包地址 你可以輸入BTC的錢包 比如說你把比特幣賺給別人 那你也可以選擇 畢託的錢包 你可以從BTC把 比特幣打出去 別的 畢託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輸入你要轉的金額 那像我現在 它告訴我說 你可用你的資格 可以撤銷0.1988 那你就可以輸入 1988 可 我就把這些比特幣全部轉出去 然後產生金藥 輸入在2FA這邊 按提款 提款 提款BTC 然後它就會轉送到 傳送到你指定的地方 那 提交的時候也是要稍等一回 等它這邊 有一個項目跑完了以後 它一樣是會跑到這個 電子錢包交易的歷史紀錄裡面 那就代表 它是已經轉出的 後來 第三項這個曲線 曲線這個就等於是提款的意思啦 就是 你看它這裡有國家可以給你選嘛 對不對 那馬來西亞 越南 中國 新加坡 像現在它上面這裡就是台灣 台灣 但是它目前只有對接這個 馬來西亞 所以 所以它上面是顯示 顯示這個 大馬地區的這個 這個 這個壁子 那台灣的部分 部分的話 目前是還沒有開放的 然後到時候開放這裡就是 輸入了我們的銀行 還有我們的名字 跟我們要提領的現金 然後2FA輸入進去提交 然後它就會把我們的比特幣扣掉 扣掉以後 它現金就會自動打入到我們的銀行裡面去 再來 錢包裡面第四項 這裡有一個購買BTC 也就是說 這裡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我們它用更方便的方式 可以讓你在這個平台裡面來去購買到 比特幣 那 它這個功能目前在台灣也是還沒有開啟 因為 我們 我們現金流的部分對接 目前是還沒有完成的 所以要等到它完成了以後 這是一個非常棒 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等於是 BK它就是我們 我們自己的銀行 我們可以取現 那我們也可以在這邊買比特幣 那 我們的比特幣就可以存到這個錢包裡面 不需要 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幣托 那 它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幣托 然後 看一下 好 錢包的部分大概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令牌的話 也 再來做一下說明好了 令牌的部分 這裡就是我們 提供幫助的時候 我們要先購買令牌 那你這裡就輸入令牌的數量 數量以後 按提交 就可以購買令牌了 那轉讓令牌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把令牌 轉讓給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上限 或者你的下限 那比如說今天 你有一個下限 它不夠錢買令牌 那你打算借它一個令牌 那你就輸入1 輸入一個令牌 然後輸入它的用戶名 用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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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用戶名就是那個 系統自動生成的 這個 這個名字 用戶名 然後輸入 2FA 驗證碼 按發送令牌 它令牌 它就馬上 馬上就飛過去 你要轉讓的 這個 用戶名的這個 賬戶裡面去了 OK 再來令牌圖 令牌圖 看一下 這裡很簡單 就是你提供幫助 或者是你申請幫助 0.1到4顆比特幣 你就需要一個令牌 那4顆到8顆 你就需要兩個令牌 底下的話就是 一指類推 你如果今天是投資 20顆 20顆比特幣的話 那你提供幫助的時候 就需要5顆令牌 但是要注意到你出來的時候 你申請幫助的時候 就不是一樣是5顆令牌 因為你20顆滾完 一個月30%的話是26顆 那以4的倍數為基準的話 等於是說 你20顆就 要5個令牌 那你6顆 6顆的話 就等於是 你要再買兩個令牌 因為4到8顆是 兩個令牌 那等於是你申請幫助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要用到7個令牌 那你才可以把本金 跟利息的部分 就是做一次領出來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介紹人 介紹人這裡就是 也就是我們推薦的人 我們推薦人的話 你可以看到 幾月幾號 有什麼 誰註冊 怎樣怎樣 這部分我就不往下拉 因為有個資的問題 所以 它這裡面就大概告訴你說 活性就是已經激活的 然後 已經投資了 它裡面投資的顆數這些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完成的話這裡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 這完成為什麼會顯示在這裡 就是表示說 它已經 已經投滿20顆了 投滿20顆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日期 它註冊的資料 然後18顆 8顆 這代表是 它後面這裡 滿了 因為我們比特幣這個 王國 王國裡面投資最小是0.1 那最大是 是20 那它投滿已經20 所以它會顯示在這裡 那這邊我再備註一下 一般我們投資的話 不會建議你們 用 0.1 0.2 來去做投資 因為 因為是 手續費的問題 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 用0.1進場的話 那 它 你0.1進場的話 你是不是 買兩個令牌的話 一個大概 0.023多 那我們抓高一點 就算兩個令牌的話 就抓0.05好了 0.05 那你 是不是最低的投資了 0.1加令牌的錢 0.05 就是0.15進場 那你0.15進場 你扣掉了兩個令牌的錢 你剩下0.1的本金 進去滾 滾了一個月後 你出來的時候 得到30%是0.13 但是你當初拿出來的錢 是0.15 所以這就會 因為 會因為這個手續費高昂的 的關係 所以 如果投 這個投資的金額太小的話 你反而是 是被這個平台 給給賺走 所以一般我們在建議的話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玩 然後你身上的資本 又沒那麼大的話 最少最少最少 也要有0.3 當然當然我們的建議的話 是 最好是 0.5以上 然後一顆 一顆 四顆這種整數 最划算的話 方式就是四顆 因為 可以省手續費 四的倍數 來就計算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待用的部分 待用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 呃 註冊的人 註冊的人 然後 他們還沒有激火 就是已經註冊好 但是 帳戶還沒有開通 做激火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 就是可以讓你來去做一個 追蹤夥伴的動作 然後 後面還有這個 等待安置 這個部分的話 就稍微講一下 也就是等待安置的話 就是 告訴你說 你有新的註冊好的夥伴 然後他正在等待你 把他安置到組織圖裡面 那這裡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的資料 那你點選後面 這個三條槓了以後 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 請輸入 這個 用戶 用戶的帳號 也就是說這裡就是 告訴你要怎麼去 安置夥伴到組織圖裡面 那比如說 我今天 剛註冊了一個新的夥伴 那我這裡就必須要 打 打我的用戶名 打完我的用戶名的話 這個夥伴他就是 安置到我的底下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用選 如果你下面有很多夥伴的話 那你也可以不用選擇說 一定要安置在你自己的底下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幫助哪一個夥伴 那你可以把這個 用戶名打他的名字 就是把你的指推放在他的底下 然後這邊就是選擇左邊 右邊 OK了以後 這邊打好 然後你就選擇 放左邊右邊以後 然後按保存 按完保存以後 他就是安 他就會安置到組織圖裡面 那他就會跑過來 剛剛這個 代用 就是註冊好 已經註冊好的夥伴 他會跑到這個裡面 然後 後面這裡有一個取消有沒有 本來後面這個取消按下去以後 他是把這個 註冊的夥伴就是殺掉 比如說他註冊上有些資料填錯 然後又 申請又很麻煩的話 那我們就是直接點選後面 然後來去把他做整個帳號殺除的動作 但是 剛剛我操作了一次 目前這個功能有沒有 取消點下去 他是 會回到 回到這裡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平台他還在 還在做修改完善的動作 沒意外的話 後面應該 應該是會 恢復這個功能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他這個部分的話 你 你第一個註冊的夥伴 你沒有去做安置他的動作的話 第二個夥伴 你是沒有辦法去做安置的動作 所以你必須 第一個夥伴註冊好 幫他檢查完資料以後 把他安置到組織圖裡以後 你才可以過來安置這個 第二個夥伴 好 OK 那 推薦 介紹人的這個部分 就大概是這樣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配對 配對呢 這個很簡單 他就是 告訴你 這邊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制度組織 是走雙軌制的 那左邊這邊就是 累積你下面的人 總共業績是 101個比特幣 那右邊的話這邊 累積是 212個比特幣 然後底下配對獎金的這個 這個部分有沒有 就是讓你看 讓你看你現在的 嗯 階級 你現在的階級到哪裡 然後 你的 對碰獎金 這個表 可以碰到多少 那你就可以拉下來看 你像現在 我目前的階級 是 騎士50 那我的對 對碰獎金就是5% 那騎士30 就是3% 騎士70 就是7% 那騎士100的話 就是抽10%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邊 他就是抓小編 100 抓小編 所以他這裡會顯示 100 那你可以看到 騎士50 5% 那也就是這個月 這個月目前 到目前今天的話 我的對碰獎金 已經是 就是用100 去乘以 0.05 這等於是5顆比特幣 他下個月 5月5號的時候 他就會把一個 把這個對碰獎金 自動打入到我們 GH的錢包裡面去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拉到下面看 他這個獎金最高 最高的上限是到 1萬 1萬 然後再看你的 %數是多少 那我上面 有一些上限群 他們 對碰獎金 其實做到後面 是蠻嚇人的 這個部分 要好好了解一下 因為 如果努力經營的話 到後面 碰出來的比特幣 有可能一個月 都是幾百顆在起跳 O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一個 下限組織圖 點下去以後 點下去以後 當你 類似像我們剛剛 安置夥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等待安置中的夥伴 那我們把它 安置到組織圖以後 你就可以過來 這個下限組織圖 來這邊確認 他是不是安置到左邊 是不是安置到右邊的下面 或是等等之類的 那你進到這個組織圖以後 你就可以看 他這裡 上面這裡可以搜尋 搜尋你要直接搜尋的人 因為當你組織大的話 你不可能去一個一個點開 他這裡可以就是 比如說這個人頭 你可以點下去 那他會一直往下發展 那但是當我們組織大的時候 他是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直點一直點 把這個網頁往下拉 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比如說 我現在要搜尋這個夥伴的話 那我們就跟他拿這個 拿他的用戶名 那你就可以直接貼在這裡 貼上去 按搜尋 OK 然後他就會跑出這個夥伴 就以他為首 你就可以開始 查他下面的資料 然後當你查完 你看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 點選 右上角這裡 他有一個負位數 你點下去了以後 他就是會回復到這個 組織圖這裡 這裡來 那右邊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不管你要看哪一個夥伴的話 你可以用手動的方式下去 如果他是在很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下去找 當然你如果組織大的時候 就是用搜尋的方式下去的話 會比較快 組織圖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那他這邊也會顯示告訴你 你左邊做了多少業績 然後右邊做了多少業績 OK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博客 博客的部分呢 就是類似 類似這個社區的 他的活動 還有公告 那你就可以點進來以後 自己看一下 他們有什麼公告 還是系統維護 什麼等等之類的消息都在裡面 那活動的部分 活動的部分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這個首頁 儀表板那邊看到的一樣 對不對 你看他上面有 有顯示這個BK幾月幾號 有什麼活動在幹嘛 這個活動就跟儀表板這裡 儀表板這裡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然後 我們點選這個畫廊 動作太快再可以看一下 畫廊 畫廊這裡點選了以後 你會看到他有跑出很多國家 那裡面就是會有可能是照片的文字檔 或者是照片活動聚餐等等 就每個國家 那以目前 目前這個BK平台做得最好的的話 團隊最大的是越南 越南團隊 那再來的話是 是這個印尼 印尼的部分 印尼完以後才是這個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玩以後應該應該是台灣了 應該台灣台灣最近的成長幅度還蠻高的 甚至甚至我們已經已經超越那個中國的業績了 那你這邊的部分的話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可以點一下越南的這個圖案 那他裡面就會有一些他們的活動 或者是辦公室 他們出去玩的聚餐 還有他們的一些照片的簡介 對不對 這些活動都在裡面 那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看一下 互相交流一下 OK 那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我們來看一下印度的部分 你看這他們有些團隊有自己製作這個BK的圖 自己辦宴會 那甚至甚至很多國家他們現在都有做這個制服 來表現一下他們國家的一個整體性 然後各項的活動聚餐這些都會在裡面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馬來西亞 看看他們之間辦的活動講課一樣聚餐 大概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以後如果我們台灣團隊 台灣團隊成長到一定的速度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自己的成績都放上來這邊 給其他的國家來去做一個參觀跟交流的動作 那底下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現在最新的一次改版有沒有 他有打算出了論壇那目前的話 我還不知道他的用處是什麼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 就是像一般的網路論壇一樣 可以讓所有國家的會員來去做發問跟交流的動作 好OK 那大致上後台的操作就是這樣 那這個信箱的部分呢 這裡點下去有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功能 收件夾這邊都會顯示你之前發過的信 或者是別人發給你的信 那我們要串寫新的信件的話 都可以點這個紅色的按鍵 進來做串寫的動作 他這個部分的話 大部分我們會用到這個信箱有沒有 就是每個月的check in的動作 還有我們原本加入的時候 我們的等級是公民 那我們今天已經晉升領導了 那K30 K50 K70 那我們就必須要來這邊寫信 告訴他們我們達到達到的條件 那上傳我們的一些業績給他們 然後他就會回應你 回應你OK以後 他就把你的一個這個 這個階級來去做一個調配的動作 然後或者是說你有任何的意見反饋有沒有 你就到這裡這個字 字這裡就不用打了 這個我們就 因為他這裡有寫嘛 你如果是想要反饋 或者是告訴他有什麼 你有什麼意見的話 你就這裡就不用打用戶名 他就自動會發送給系統 然後打上你的標題 學科是標題 內容的話就是看你要打些什麼 那這部分的話 我建議你們用一下英文翻譯 或者是找一下英文很強的人 來去做一個就是用英文去跟他們溝通 因為你如果寫中文上去的話 大致上他們應該是看不太懂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這裡之前申請的東西有沒有 他這個裡面的內容 都是用英文 都是用英文的 那這裡是因為我用Google的翻譯 所以他現在全部翻譯成這個中文 連他們的回話都翻譯成中文 那原本的話 原本的話是 他全部的回應都是用英文來去做對話 這個方面的話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的話 就請像 英文比較強的人 或者是 向你的上線來去做一下 反應的動作 再來這個就是選擇語言 我在想這個方面他 因為他還是在持續在升級嘛 所以這方面應該會更完善 目前只有英語跟越南 這兩個文章 因為我們台灣跟中國 他現在市場還沒有完全開嘛 那他這個部分 勢必是一定還會再出中文的 有向上面去做反應的動作 然後右上角這邊的話 他就是有一個安全設定 安全設定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上傳照片那裡 他有22FA 然後有自拍照 有密碼 這自拍就是我們當車註冊時候的身份證 然後跟BK的身份證 2FA的話就是 我們點選2FA做這個 AUTHY的驗證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字樣跑出來 然後你點選他以後 他就是會記一組 16碼的序號過去給你 哎呀 怎麼變變這樣 好沒關係 我們還是來點 第二個 這一個就是 他正常這邊是顯示問題 就是Q&A的這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資料 你可以在裡面看到 是他們這個社區裡面做出來 就是告訴你一些問題 那你可以點他 點他來研究一下 看看這個平台 他到底是怎麼樣 再來第三個選項的話 這個就是登出了 按下去的話 你就登出了 這沒有 這不需要好講 那 這裡的部分呢 是跟上面這也是一樣的 OK 那整個後台的操作上的流程 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講到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支票 這就是 目前 目前是也是也是新的東西 他就是告訴你 類似你 你在你的GH全報 如果 保留5顆比特幣以上 然後 然後三天或者是 五天一個禮拜 你不領的話 他就是發送一個支票給你 那這個支票可以幹嘛 他就是每個月 可以讓你去做抽獎的動作 那 就是 公司他們會有活動 那你這個票據 就等於是一個抽獎的票券 好 OK 那我今天這個後台的操作 就講到這樣了